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哥 你确定咱们已经赶到齐昭前面了吗 我们这是抄小路赶到齐昭的前面 这条路是他的必经之路 也是他的葬身之地 哥哥 一会儿我要亲自上阵 不行 三老 你的武功太差 你打不过他 一会儿哥哥上阵的时候 你就在这里观战 千万不要出来 好 我就在这里 看着哥哥亲手杀了齐昭 如果哥哥和这些忍者杀不了齐昭 你就悄悄离开 千万不要在此停留 回日本 血好武艺 再来找他报仇 我知道了 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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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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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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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詞 你當初羞辱我父親的時候 你就沒有想到 今天會歸在我面前呢 今天我就要尋守殺了你 去死吧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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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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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哥哥死了 父亲也死了 我要报仇啊 子郎 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啊 把我绑起来 把我练着打我 把我练着打 快打我 子郎 你疯了吗 我没疯 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报仇 快把我绑起来 快啊 你这样子是去送死 快 何公子 醒醒来 何公子 何公子 快 来 来 快起来 来 何公子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有点头疼 这 这怎么回事 将军 你受伤了 没事 被东阳鬼子的羊枪给打了一架 过来等你没事了 他 他们都是冲着我来的 不 这些东阳鬼子 是冲着我来的 全是你杀的 不错 竟然还捡得羊枪 我今天算是捡得便宜了 这些东阳鬼子的羊枪 是 救命啊 救命啊 何公子 你也要击败兄弟 将军 在下的命都是将军救的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的命就是大哥的 既然你们两位都对我这么有心 要与我一劫进来 好 那其找我 就恭敬不如从命 我啊 拜见大哥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到 停 大少爷 你回来了 听说你打败了东阳鬼子 给中国争光了 齐昭大哥 听说紫荆城里的小皇上才三岁 还尿裤子了 是不是啊 还是齐昭 见过弟弟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这位不是贺公子吗 齐好眼力 贺两财 拜见齐也 好 这两位是我的结拜兄弟 进屋再说 怎么了 爹 没事 只是受了一点伤而已 真是万幸啊 还好没伤到金谷 谁干的 东阳人 全部都被孩儿给杀了 好 那十手呢 全埋了 我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儿子 正要说说他们贺家 贺公子 就是你们家大管家贺富贵 也派人到银凤家去提亲了 好像就是给你提得起 这 亮子兄 有这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哦 我怎么敢跟大哥抢媳妇呢 哦 对了 肯定是我家的管家贺富贵 自作主张 我这就去拿他侍卫 保证给大哥一个交代 亮子兄 我相信你 我 我说 你 你只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欲 大少爷 我看那个银凤没啥好的 门不当户不对的 我已经让孙媒婆到县城 去找更好的了 混账 你就是个王八蛋 那你非要银凤不娶 那我亲自去梳头方姐家提亲 大不了 大不了那银子砸死他呗 我 我怎么会用你这个笨蛋唐叔 当管家 听着 你现在马上到威胜镖去门口跪着 求见其威胜 就说 到银凤家提亲这件事 是自作主张 本少爷根本不知情 合着我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啊 对 还有 你怎么会小子 还要在山上 我等下 前面这一位 就是你未来的大嫂 她叫银凤 小弟桑镇武 见过嫂子 齐昭哥哥 真的是你吗 是啊 他是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是我国家路上认识的 结拜兄弟 他叫桑镇武 银凤 我本来想去找你 可是我爹说成亲之前 我们不能见面 我娘也是这么说的 本来我想去给你送点新鲜鸡蛋 被我娘拦住了 家里闷得慌 我只好上后山来采花 这山花真好看 好看吗 好看 你更好看 来哥 你看嫂子啊 这脸红的啊 真讨厌 对了 震武 这把枪你拿着 你到山里头 四处去转一转 顺便 帮我打一只山鸡回来 好 这事 交给我来办 去吧 冥妇 齐昭哥哥 你还记得吗 记得什么 小的时候 我们玩成亲的游戏啊 我当然记得了 那个时候 你搬新娘 我搬新郎 那你还记不记得 成亲的游戏 我们玩了多少次 这 我不记得了 三十六次 我做了三十六次的新娘 我们分开十年 总算 要真的做你的新娘了 震武 不信 擅长 还没有 都什么 也有 有 好 这个 不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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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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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眼下只有一条路了 什么路快说呀 太后 您赶您写一代诏 让忠于大秦的国圣王进京秦王 大小姐 你可算是回来了 大少爷回来问了您好半天 他说您应该比他先回来才对啊 我哥回来了 那他人呢 他出去了 我也没见着富贵叔啊 他跟着大公子一起出去了 都出去了 小林 你有没有听说 咱们柳林县有一个叫齐招的 是不是在京城当御前侍卫的那个齐招 对对对 你知道他 我听大管家说过 那个齐招就是咱们柳林县 威胜镖局大当家齐威胜的儿子 那他最近回来了吗 刚回来没两天 听说明天就要成亲了 成亲 对啊 这 这个怎么办啊 有 见过赫公子 大当家的 这几日可好啊 好 脱赫公子的福 我黑蜂领的兄弟 干饭吃不上 西饭米粥还倒是没断粮 请坐 胡大当家的意思啊 赫某明白 大当家的 今年的保护费赫某带了 大哥 这人家山头收保护费 那可是一口袋一口袋的洋钱往身上扛 咱们这这么一点 还不够随压缝呢 俗话说得好 无功不受禄 只要胡大当家帮贺母办成一件事 贺母保证 这布袋子里面的银元全部都装满 保证让黑风里的弟兄们都开心 可公子莫非让我给你去杀人 把那银风绑了 还有这等好事 财色双收 这样的生意胡谋习花 这么说 吴大当家同意呢 成就 成就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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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一 二 一 你叫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啊 焦章有用的 用刀用剑 用暗器 我还不会想路 就想跑 就想飞 你以为你是神圣吗 不是 大哥 但是我 我再告诉你 一 扎马步可是基本功 最少要领三个月 什么 三个月 就这一个动作就要学三个月 没错 那我要像大哥一样 那得知道多久啊 一 快走三年 慢走 五明 二 二 一 二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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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贺玉瑶 是你呢 你记得我的名字啊 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你都不在京城啊 我还在那儿待着干嘛呀 二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二 我不是来找你的 我找七大掌门 他在那儿 在在在 他在客厅里 里面请 二 二 莫非贺小姐 嫌弃齐家的茶叶不够档次 还是有话要说 贺小姐 这又如何使得呀 七大掌门 我有事儿求您 快起来说 起来说话 您答应了我 我马上就起来 孩子 你这样不是折杀老夫吗 赶紧起来 快起来说话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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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说 大当家的 我想来嫁给七招 而且啊 我是非他不嫁 贺小姐 七招已经定亲了 这我不知道 而且我还打听到 他那个新娘子叫迎凤 你知道了那女孩 您是不知道 我在京城的时候 被人绑架了 幸亏七招出手相救 才保全了我的清白 和我这条命 所以我就认定他了 还有这样的事 七招这孩子 他也没跟我提起 所以我才喜欢他呀 这种做好事不留名 在我心里 那就是大丈夫啊 孩子 七招这都已经定了亲 明天就要成亲了 这是你知道吗 知道啊 你一桌酒席 却两个儿媳妇 一战来 这是荒唐 不荒唐 不荒唐 这我想好了 要是论家事来说呢 应该是我为妻 迎凤为妾 可是我知道我来晚了 那我认命了 干脆啊 就让迎凤做妻 我做妾 这样总行了吧 哎呀 何小姐 假若齐昭没有迎娶迎凤 能跟贺家谈亲 那是我们齐家的福啊 可是 既然已经和迎凤定了亲 老夫不能出尔反尔 否则以后如何做人呢 哎 气大掌门 那以您的意思 就是怎么都不能答应了 孩子 这件事情太荒唐 老夫实难从命啊 哎 哎 算了 我自己找他去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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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哎 何姑娘 你要走了 谁说我要走了 二 我为了你 好不容易才从京城赶回来的 二 二 啊 你说 是为了我 是啊 一 谁知道我一回来 就听说你要娶别的女人了 我的恋怎么那么苦啊 你刚才说的 我都听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会说我成亲 你就会命苦 一 一 不是 这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 我真的不明白啊 二 要不这样吧 咱们两个比一场 你要是赢了 你娶我 我二叔叔了 我嫁给你 哎 何姑娘 我们为什么要比我 这 我就更不明白了 哎 大哥 你傻了 人家姑娘绕来绕去 就是想嫁给你 啊 不行 我明天就要成亲了 新娘 她是银缝 她做妻 我做妾 这样更行了吧 很抱歉 我只能娶一个 她只能是我英妇 一 二 你这开始不答应我 我就不走了 你 这是怎么了这是 一 二 又怎么了 一 啊 爷 你这是 一 这何姑娘是来找你的 二 她跟你说什么了 啊 这个何姑娘 似乎要嫁给你 你都起来 你没感到 我去外面 走 这丫头是不是吃错药了 宁愿做妾 也要嫁给我 可不是 大哥 大哥 齐老爷子 大哥 亮才兄 小妹 你怎么在这儿 我 什么 亮才兄 她是你妹妹 你来得正好 快把你妹妹带回去吧 哥 你得给我做主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她 去找 按理说我该叫你生大哥 可你也不敢欺负我妹妹啊 你怎么当大哥呢 亮才兄啊 这事情是你误会了 误会 让我妹妹这么伤心 肯定是你们齐家做错了事 齐赵 我可警告你 你要是敢欺负贺家 我上衙门告你去 何公子 别误会了 今天你的妹妹来拜访老夫 说要嫁给我家齐赵 我跟她说齐赵已经定亲了 可是她宁愿做妾 什么 我们堂堂贺家的大小姐 给齐赵做妾 亮才兄 令妹她可能是 喝多了 或者是发烧了 才说这些虎话呢 我没喝酒 我也没发烧 哥 我就是要嫁给齐赵嘛 嫌不嫌丢人 给我马上回去 走 哥 会说 可不得少 把辯愿。 就走 mündig 那么不仅仅是 你怎么都会 用你 那acial倩 小妩 你们俩 愿意 啊 走 你怎么吃 饭也不吃了 还生哥哥气呢 好好好 都是哥哥错了 可是 你这也太不着调了 哪有大小姐自己上门亲自去提亲的呀 而且你还非要给那个王八蛋做小妾 你这抽的哪男子疯啊 不就是要嫁给七招吗 再说了 他还是你结拜大哥 怎么能说他是王八蛋呢 你得打岔 以后不许再胡闹 你是不是 那就 那就嫁给我 什么时候了你还开这么玩笑 我是你亲妹妹 我也知道这事荒唐 可这是爹的意思 爹的意思 爹什么时候说的 上个月啊 你是中邪了吧你 那咱爹咱娘多年前都去世了 傻瓜 你哪个爹跟你说的呀 是这样的 是爹上个月托梦给我 让我娶你 说瞎话会长着眼哪 好好好 还托梦呢 好好好 就当哥哥胡说八道了 如果咱俩不是亲兄妹 你会不会嫁给我啊 不会啊 为什么呀 因为你没有七招好 我哪点比不上他啊 他是大英雄 哥哥也是大英雄啊 你是土财主 你是大财主 土大财主 你就想有办法嘛 哎 明风 早点歇息吧 这明天就要出嫁了 这做娘的 这有点舍不得你啊 娘 您都累了一天了 赶快休息吧 等我把这绣完就睡了 来 让娘看看 鸳鸯细水 给七招的 我们家迎风的手啊 就是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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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 哎呀 大哥 既然我们千里迢迢的来到柳林县 为什么不给齐昭兄弟打招呼你 兄弟们 你们是不知道啊 这贺两才和齐昭是败把的兄弟 咱们打劫贺家 如果让齐昭知道 不是让他为难吗 咱们昨天不是去了果胜军的军营了吗 大哥 你跟果胜统领说了吗 果胜军说 如果不发出军饷 不得一旦开拔 就会发生异变 影响秦王大事 那秦饷和开拔费需要多少银两 需要八十万两 八十万两 八十万两 他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 咱们几个一时间哪去找这八十万两 年轻啊 只有贺家能处得了这么多银两 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 不想瞒着你们 在离经之前 我得到一个可靠的线索 这个贺两才 就是贺本昌的亲生儿子 我想 他们家的爷子 十有八九 就是从户部银库偷出来的官银 咱们把官银拿回来 给官军发军线 让他们进京勤盟 天津地 咱们兄弟们也问心无愧 你们说对不对 我打算 咱们今天晚上就行动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是门关于克兰呢 奶娘 您又听不进去 家里没人 门锁了 什么 门怎么会锁呢 李大娘 银凤她去哪里了 我也不知道啊 这天刚亮我就来了 一来就看见铁将军在这把门 也不知道这娘俩去哪儿了 这等到现在也没回来 这 这也太奇怪了吧 银凤 屋里有人吗 我是喜昭 我过来接你了 别喊了 我都喊了大半天了 家里确实没人 不行 我一定要进去看看 小狼官 你可使不得 新娘子还没过门 你就砸人家娘家的大门 大不吉利啊 那 那我翻墙走可以了吧 这 一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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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是谁在七家 都不应该有这个权利 喝大小姐 你该不会是来喝啟酒的吧 当然不是了 我是来救场的 救场 新娘子不是跑了吗 放心吧 我来 喝大小姐 亲手老夫一拜呀 别 我 nut 你 那 af 这不是公爹折上二媳妇了吗 贺雨扬 你真的要当我的新娘吗 那还用说吗 我贺雨扬说话 什么时候有第二个意思啊 那你的哥哥会答应吗 嫁的人是我 又不是我哥 不用管他 好了 别说了 老爷 道少爷 有零件我们找遍了 没有发现遗风 大庄 叫上我们所有的弟兄 马上出城 分头去找 找到为止 好久不见 里边请 里边请 本公子可要好好看一场大笑话 恭喜恭喜 一拜天地 二拜高桃 二拜高桃 大少爷 您来了 大少爷 您来了 小莲 你怎么在这儿 小姐呢 那不是吗 正在拜堂呢 新娘是玉瑶 夫妻对方 起来 起来 快给我停下 这位小少爷 不要打扰我公里啊 你来了 请上座 什么上座啊 齐大掌门 你什么意思啊 凭什么抢我妹妹当新娘 哥 你干什么呀 亮子兄 对不住了 请到院子里入席吧 不行 小妹 回去 你给我回家 走 不走 亮子兄 你打个一个面子 回头我再跟你解释 不行 这个面子我不能给 小妹 走 你别 来人哪 喝功夫喝得太高兴了 快扶下去 快扶下去 爹 你这么做不得合适吧 当断不断 反手其落 快扶下去啊 快扶下去 来 大家吃好喝好啊 吃好喝好 吃好喝好 来来来 吃好喝好 吃好喝好啊 多喝点来 来来来来 来 皇家 还有菜吗 菜没了 不是还有饺子吗 别提了 昨天晚上 三野猫给糟蹋了 行 吃好喝好 谢谢 吃好喝好 吃好喝 这可怎么办 都以后全都用完了 都好 怎么还不来啊 怎么还不来啊 这新郎官不都是 召集盲缝的进洞房的吗 这人怎么能那么慢 点来倒去的 绕来绕去 还不是本姑娘嫁了她 管你金锋 银锋 铁锋的 还不是我和齐昭成心吗 是 新的官 是你进来了吗 新郎官 是不是你啊 别闹了 你不给我掀开红盖头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啊 是不是 新郎官 我好看吗 好看 那我配得上你吗 约小姐 是我配不上你啊 不用说这些有的没的 咱们俩拜过堂 还进了洞房 还给人家掀了红盖头 不管配不配得上 就这么着了 可是我现在 最担心的还是银锋 我不知道大壮他们到现在 有没有找到他们的下落 你当着自己的新娘子 说别的女人 你觉得这样好吗 我虽然是个大家闺秀 我有我的肚量 可是有些醋啊 我还是会吃的 这个醋你还吃不上 林凤她再怎么说 也是我的新娘啊 我才是你的新娘子 跟你拜堂的人是我 算了算了 不跟你说这些没用的 来 咱们把焦杯酒喝了 今天折腾了一天了 你也累了 喝了焦杯酒 我们就可以上床休息了 何语遥 我可要告诉你 我爹的意思是说 是让你过来顶替银锋的位置 等我找到了银锋之后 他才是我的新娘 你这个白眼狼 我告诉你啊 你这叫过河拆桥 你知不知道 玉瑶 你到底有完没完 玉瑶 你不要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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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你怎么在我家啊 啊 这是 我家啊 我怎么在你家 你不是来参加 你妹妹跟犬子的婚礼吗 齐昭的婚礼 是啊 我妹妹的 我妹妹在哪儿 哦 入洞房了 不行 我要去找我妹妹 这不太合适吧 什么废话 快带我去 哎 哈公子 你 我是不会放下手的 你 我告诉你 我好不容易嫁给你了 我一辈子都不会放开的 玉瑶 你再不放手的话 我可要动手了 好啊 我最喜欢你对我动手动脚了 哎 我晕了 玉瑶 你真是不可理喻 你跟女人讲道理啊 你才不可理喻呢 这不关女人的 你应该就是你的新娘子了 你 哎 何公子 你都听见了吗 何大小姐 是 这可是心甘情愿 喂 这可不是我们齐家 逼他 我服了你了 不管怎么说 今天我一定要把你带走 有话好说 哎 臭小子 你可别给脸不要脸啊 走开了 你 我还把我妹妹带回家 就就是 玉瑶 你把齐家当什么地方了 我算是服了你了 你今天要是敢抢走新娘 别怪我齐某人 对你不客气 你想怎么样 给我走 好 你居然让我干大路 你放开我 走 召元计划行事 好 老廖 跟我走 别动 好好饶命 好好饶命啊 说 赫府银库在哪儿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 我对一刀砍死你 我说 在我家后院 后院 后院假山的地调里 快点我们去 走 走啊你 走 快 说 在哪儿 就在 假山的山洞里 怎么开 那个石头 那个石头后面有机关 这里面全是银子 好 赫府鬼跑了 老六 甭管他 搬银子要紧 好 走 大少爷 大少爷 你家里出事了 怎么了 这里遭贼了 遭贼了 什么 哪儿来的贼 什么贼 不是贼 是土匪 我指掌 大家前生的土匪啊 是 老六 快点 最后一项了 来 走 来 走 来 走 来 怎么办呢这是 起了 七大少爷 七大老爷 快救命啊 快公子 快起来 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七大老爷 我们家遇贼了 是土匪的你 对 土匪大姐 挺贺服的 是啊 七大老爷 快快飞 我去到我们家去打土匪 哦 你们是来班救兵的 是啊是啊 是啊 赶快吧 齐某 凭什么帮你们家呀 这话说的 今天我妹妹嫁进齐家 咱俩家是姻亲呢 我又是齐昭的大舅哥 哦 这么说 你是认了这门亲 只要齐家帮我打土匪 我就认 好 孙长 你赶紧去把大壮和家里的雕食 都火含起来 是 到和家去打土匪 听见没 好嘞 快去 那我去叫齐昭啊 慢着 你要是胆敢打扰洞黄花竹 你们家的事 我可不管了 好好好 全凭齐大老爷做竹 好 我先给你看看去 快快快 走 快 赶快撤 好 走 走 走 大少爷 富贵 怎么样 大少爷 您的全被搬走了 我的银子啊 我的银子啊 齐昭 赶紧追啊 别急 他们应该还没走远 快快去追 快追快追啊 那帮天上的土匪 我赫家人怎么办呢 是你打劫赫家 最近手头有点紧 贴点银子黄 我的印象 我的印字呢 哼 你的银子 早就被马车拉走了 这位浩瀚 如果是手头紧 炎鱼生 为何鸡鸣狗盗 七眼 甭跟他废话 咱赶紧追吧 等会儿 你要想过去 先问问我手中的家伙同不同意 看到我 土匪杀人了 土匪杀人了 快来人哪 土匪杀人了 土匪杀人了 快来人哪 土匪杀人 土匪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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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为你准备酒席给你押京 吃完饭以后你随我去趟京城 那这次他们进京所为何事 大清朝已经是树倒洪孙散了 你也别心疼你这二十万两银子 我现在要去拜访的 是大总统府的军需处长 那以前可是我的老同学 顺便呢也为你谋个好前程 走 快点 把绳子解开 开吧 对不起 我们都是清白人家 我闺女不干这种事情 清白人家 好啊 老娘我就喜欢清白人家的姑娘 咱们这儿的姑娘一个比一个清白 你叫迎凤吧 听着 进了我的门就要叫我起的名字 以后你就叫小桃红吧 好好接客 你的娘就到后院洗衣房打杂了 老娘我管她吃管她住 这位大姐求求你放我们走 我保证我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 好好接客 多多赚钱 就算对我的抱的了 来啊 把小桃红带到楼上房间 把老妈子给我带到后院洗衣房 咱丑话说在前头 你们俩要想逃跑 我保证打断你们的腿 走 好 你了 给我张嘴 快走 寅峰 寅峰 寅峰你醒醒啊 寅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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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头便换大王旗啊 是啊 你说三千年来 改成犯罪 哪一年不是人头滚滚落啊 是吗 听独军一句话 信中真是饱色动开啊 咱们快走吧 郭盛将军 你找我 啊 信中将帝 你看我这身新军装 怎么样 精神是精神 可是要说这神奇劲 我觉得还是大清的皇马官 得了吧 贤弟 千万别把自己搞成前清代一冷一哨 那是自寻死 对了 我帮你搞了一套中山庄 马上换上 所以我去一趟八大胡同 去八大胡同干嘛 请总统府的秘书吃饭 我的事情已经都办好了 这次主要为你 请政府的工作人员吃饭 我怎么觉得 这民国一上台 就一副大清朝八旗子弟的做饭 贤弟 别傲气了 别把自己搞成 莫待皇帝似的 犯得着吗你们 记住我那句话 逝者生存 赶紧把衣服换上 好 这件衣服啊很不错的 您找我 柳全 明天我要代彪师去隋远 大少爷几时动身 天灵亮就出发 你是我们的管家 我就把家里的事情 全部都交代给你 你就按照我爹在世的规矩办吧 行 柳全明白 但是有件事 什么事 您不在的时候 大少奶奶是跟大家一起吃 还是自己开小糟 那就开小糟吧 小桃红 你找谁啊 叫你呢 快把新衣装换上 到妈妈房间去 妈妈说了 要亲自调教你 这位妹妹 你说的那个调教 是什么意思啊 去了你就知道了呗 好 妹妹 你实话告诉我 月底 我给你五块打烊 真的 嗯 真的 就是男人女人上床干的事 咱们这儿的姐妹们 天天都做的事呗 这叫调教 行了 赶紧换上衣服 跟我走 你先到外面等着 那你快点 齐朝阁 银凤是你的人了 银凤生是你齐家的人 死是你齐家的鬼 绝不会玷污清白身子的 银凤这辈子没有父亲 只能跟你白头到老 银凤 还是在做你的新娘 银凤还是在做你的新娘 小唐红 衣裳换好了没有 清朝阁 是我对不起你 来世再见 小妹妹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等小唐红换衣服 去见妈妈 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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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了 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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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吊 跟我玩自杀 老娘见多了 人死了吗 他偶尔的急事 人给救下来了 想吓唬我 我呸 老娘是吓大的吗 人死了拉倒 你到街面上去看看 赖女儿的天天有 妈妈 我家闺女她是个猎性子 又是一根筋 万一 你将来再闹出什么人命 肯定会给你添来晦气 是不是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看这样行吗 我娘俩做工还债 我会梳头 我家迎凤 她会刺绣 你会梳头 怎么不早说呀 来 给老娘说 狮子滚绣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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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家的 明天就要押彪上路了 那么辛苦 今天你就在这儿睡吧 哎呀 你又怎么了 你救了我 我爱上了你 你起家要娶亲 没有人跟你拜唐 我豁出我这张脸 跟你拜唐成亲 跟你如东坊 要是真的这么不待见我 当初干吗要跟我拜唐啊 你拒绝我不就行了吗 我就那么不要脸吗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女友 你不要哭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并没有想这样对你 女友 这不关你事 女友 女友 想不到我还要护你睡觉的时候 我真不知道这是娶媳妇 还是养你们 我还要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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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大当家 这是三百两银票 请查收 还是贺公子爽快 说句老实话 我还真就喜欢 跟贺公子这样爽快的人 合作 通牌 胡大当家 真的还想跟我合作 那当然 等等 赫公子 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 找我胡某出手啊 胡大当家的 你又说对了 赫某这次正好有件事 要请胡大当家的出手相帮 赫公子 这次不会又是让我替你 去抢哪个女人吧 这次不是女人 是个男人 什么人 这是什么 柳陵县 东门外八十亩水田 这是地系 你若是帮我把这件事给办成呢 这八十亩良田 就是你的 八十亩良田 大手笔啊 胡大当家 我这也是为你着想 你总不能一辈子 在山上当土匪吧 这八十亩良田 就是你以后的落脚之地 养老之地 好 胡大当家的 你现在如果不喜欢地 那我马上把它卖掉 换成大洋 一分不少的全给你 奶奶 既然赫公子这么爽快 这么仗义 我胡某也不能不上路 就算杀人的事 我也干了 胡大当家的 你说对了 这次就是要杀人 你说 杀谁 威圣标主齐威圣的儿子 齐诏 忠义在心 甘胆两全 顺风顺水 一网无前 忠义在心 甘胆两全 顺风顺水 一网无前 忠义在心 甘胆两全 顺风顺水 一网无前 推 突发 哥 一个人喝闷酒啊 小妹来了 妹子 齐家怎么样 挺好的 那你们 你 你们 我们 我们什么呀 你指指无的 你倒是说呀 你们 你们打算啥时候要孩子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跟曲招 还没同房呢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你俩没睡在一起啊 那小子没占你便宜啊 我倒是想啊 可是人家不愿意 好啊 给我开心 你还有功夫说风凉话呀 我就都丢死人了 他呀 就是个一根筋 他满脑子就是想着那个银缝 他老觉得新娘是银缝 我是个替代品 不算数 人妹 咱空手这个名分 也不是个事儿 咱也不能这么白白浪费青春 听哥的话 回娘家来 跟齐家一刀两断 既然他们不仁 就不能怪咱们不义 那可不行 我这辈子就认定齐招了 哎呀 小妹 你怎么这么不听劝呢 回家来 反正现在齐招也不在家 咱呢 不回齐家了 再说了 按照订阅来的意思 你本来就应该是我的媳妇 何良才 你还有完备完了 我再跟你说一次啊 你上次就稀里糊涂的瞎说 我就没理你 以后这种话你要是再说呀 我就真生气了啊 我记得 咱们俩是亲兄妹 什么亲兄妹 你本来就该是我的媳妇 是我的媳妇 我最讨厌别人喝酒发酒疯了 我告诉你啊 你有个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就再不回来看你了 你自个儿待着吧 给你死的齐招 要抢我的媳妇 老王子也要抢你的媳妇 大少爷 什么事 胡三高来了 在老地方等您 他说您交代的事他都办好了 他已经把银放卖到大铁关的中华院了 好 我马上去见他 客官一看就是个爽快人 见过大世面的 好吧 客官是要点小玉仙吧 他今天正好有空 客官 小玉仙可是我们这春花院的头牌 我听说你们这儿新来了个姑娘 叫银放 叫她来陪我过夜吧 好 谢谢 我看ポッ 您一天 对 ic等 我贝赖 coated 我结束了 我贝赖 你在这儿 我贝赖 我贝赖 你 我贝赖 我贝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走吧 晚了妈妈要发脾气的 来 迎风姑娘 来 妈妈 这是 是 迎风姑娘 你的绣品啊 我已经看过了 真是不错 不比街上卖的酥绣香绣茶 妈妈我让你做绣娘 还真是办了件大好事 你顺心我如意 对吧 今天我让后厨做了几个精致小菜 请姑娘喝一杯 妈妈 我吃过晚饭了 再说我也不会喝酒 您的好意我心灵了 我先回去刺绣了 迎风姑娘 你先坐下 听妈妈把话说完 其实啊 今天是妈妈想向迎风姑娘赔罪 你们娘俩刚来的时候啊 妈妈我有点不知好歹多有得罪 还请迎风姑娘肯给妈妈一个赔罪的机会 来 妈妈诚心诚意地向迎风姑娘赔罪了 我先甘为敬 可我真的不会喝酒 酒一杯 给妈妈一个面子 来 要不妈妈跪下给你赔罪 这可不敢当 这杯酒迎风喝就是了 来来来 吃菜 吃菜 因为 batch计划 insulted 敬风 贫风 贺公子出来吧 Upper changed Украї 何公子 请动 义父 义父 乌 Chr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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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乌 Chris Grze 手grupp 我这是在哪儿啊 何公子 你怎么在这里啊 姨父姑娘 昨天我跟两个客商朋友喝酒 后来喝多了 我也不记得发生什么了 我 我没办法你怎么样吧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姨父 姨父 你怎么 怎么哭了 何公子 你怎么来了 伯母 昨天晚上我陪两个客商朋友来喝花酒 不小心喝多了 肯定是他们为了讨好我 叫姑娘陪我过夜 没想到居然会是姨父 我也是睡醒了才 姨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娘 多怪那个狠心的老宝 昨天骗我 说是向我赔罪 骗我喝酒 我喝了一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早上醒了 身边套着何公子 赫公子你 伯母 我发誓 我赫母绝对不是浪荡公子 以前我也从来没来过 这也是被客商朋友硬逼着来的 既然事情仅是这样 我可以保证 只要银奉姑娘愿意 我可以为她出身 你说的是真的 嗯 那我就感谢赫公子的大恩大德了 等我回到柳林县 齐昌一定会感谢你的 娘 女儿不会再见齐昌了 为什么 娘 我没有连见她 女儿已经失身了 何公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跟齐昌是结外兄弟 你怎么 伯母 你说这话可就欠考虑了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是被客商朋友硬逼着过来的 出多了酒 糊里糊涂就上了床 我怎么知道这不然是银奉啊 那就是盖子的老婆 那是用了计 说是让银奉做训练 其实 伤到了 伤到了 伯母 你要是憎恨我 是 那我向银奉道完歉 去找老婆算账 公子 你等等 你刚才说 要为银奉输身 是吗 千之万确 说到做到 那属身以后呢 好 刚才银奉说的话 你也听到了 她没脸再见齐昭了 若是银奉姑娘愿意 她可以做我的外事 虽我免费 但我可以保证 一辈子衣食无用 那好吧 那你就尽快给银奉属身 然后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来 坐起来 银奉 来 坐起来 别哭了 我早就说过了 赫公子比齐昭更合适 可你就是不听 这转了一大圈 还是 好了 别哭了 哎呀 齐昭啊齐昭 没想到吧 等你死了 我一定带着银奉去给你上坟 要是你知道这一切的真相 会不会气得从坟墓里再爬出来 跟我做对 我让你死不瞑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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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干啥干啥 这货可都在这儿了 大哥 看什么货了没有 好家伙 果然是皮货 有狼皮 熊皮 乖乖 还有一张老红皮 大哥 咱们吞了 这老红皮啊给大哥 熊皮我和皮货分 狼皮啊 放给弟兄们 这货都验完了 来 来 来 你看看有问题吗 嗯 没问题 好 这是货单 您看看和装车的皮货数量对不对 没错 数量也对 大壮 我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大壮们 怎么了 哪里不对啊 是皮货不对吗 掌柜的 不是皮货不对 也许是我自己的错觉 掌柜的 你先自己忙去吧 好 拜托二位了 奶奶她 警惕性还挺高 好 小心点儿 别让他们发现咱们 嗯 大壮 嗯 叫弟兄们提高警觉 以免出现差错 一定注意安全 我们马上出发 是 弟兄们 出发 走了走了 肥猫 立马回黑风陵 让兄弟们准备着 等车队到了黑风陵山口 全都给我结下来 大哥 你真打算结镖啊 这七招可不好惹啊 放心 等车队到了黑风陵 就没有七招了 没有了 去哪儿了 升天了 下来吧 下来吧 好了 就是这里了 这是我在农忙的时候 住的一个宅子 反正现在也空着 你们娘俩就先住着 嗯 比我们以前的房子好多了 谢谢贺公子 等过两天 再让管家给你们请一个丫鬟 请个烧饭婆子 我还有生一生的事要去忙 晚上我再过来 还 还有佣人啊 谢谢贺公子啊 一放 去送走贺公子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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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贺公子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 亲一个了 来 哎 大白天的 让人看见 让人看见 这儿还有谁啊 要看见 也是你娘看见 她要是看见了 只会开心 别 羞死人了 那你叫我生相公 我就放过你 夫君 夫君 嘿 又闻彩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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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脸怎么红了 大白天的 她要亲我 哎 哎 你已经是她的人了 还端着 哎 哎 哎 这是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啊 哎 我也不知道啊 我没吃什么呀 我 我 我的天哪 我 你 你快怀孕了吧 应该 不会啊 前天晚上你们才同的房 没这么快啊 娘 你也悄悄找个郎中吧 我怕是 有了 有了 谁的 你跟贺公子 你不是第一次啊 你 快说 到底是谁的 你跟谁还有过 快说 起庄 这 什么时候的事 成亲的前一天 我到后山去采花 他刚好也去后山打脸 我们就 哎呀 我的天哪 这要是真的有了 你这可怎么办哪 我